大家好,昨天我的微博上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我聊天的主题 就是那种只说话,不干其他任何事情的纯粹刀逼刀的单口相声主题 然后我看了那个评论里点赞最多的其实是想让我用英语讲哲学 但我要真的再出一个英语视频就肯定会有人说你发在一个中文频道 你发英语视频干什么,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且如果真的要让我讲哲学的话,恐怕我要再考虑考虑 所以我最后还是挑了一个比较轻松愉快,比较容易说不需要做笔记的主题 而且因为我最近在干的事情碰巧,比较适合这个主题 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聊一聊那些年我追过的英剧美剧动画片 我就是一个大俗人,看电视剧一般就是为了舔男神 首先我最近在看的一个剧也是一个新剧,是BBC五月才出的一个英剧 我才列了一个单子一名,我一会儿说嗨了就忘了我要说什么 这个剧就是A Very English Scandal 就是修格兰特,人老珠黄蓝褶子了修格兰特主演的一个英剧 目前只出了两集,但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这个剧讲的是英国前首相Jeremy Thu 试图刺杀他的前任男性情人的故事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般追剧都是为了追男神 有的时候是追编剧,这个剧就是既是追男神也算是追编剧 首先是我终于又能看到修格兰特演一个不那么傻白甜的角色了 而且我觉得人老珠黄蓝褶子的扎羞也很适合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家老瑞也挺适合演这个角色的 不过老瑞还是少了一点修格兰特身上特有的那种有点叫人想要讨厌的端着的气质 但是我就喜欢他这一点 这个剧编剧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编剧 而且我知道他也知道很长一段时间 他就是Russell T. Davis 他是新版Doctor Who前四季的总编剧 然后我也看过他写的其他的很多剧 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几个都是他编剧的英剧 Doctor Who就不用我多说了 就是鼎鼎有名的科幻儿童剧 如果你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 它是很经典的一个系列 不过我现在对科幻题材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追过Doctor Who了 之后的几任Doctor 虽然我也很喜欢 但是就是不能代替大提提在我心中的地位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剧是Russell T. Davis 最最最最经典的作品 就是英版的同志一帆人 Clarus Folks 是一个很老的剧了 好像是零几年初的 我第一次看这个剧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不太该看它的年龄 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之后又看了很多很多遍 因为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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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剧 它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每次看的时候就是又哭又笑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讲的是同性恋的故事 它讲的是很多同性恋的故事 中间有主线是一对青梅竹马 然后有很多其他的配角 这是一个关于性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但主要还是关于性的故事 然后因为Russell T. Davis本人就是同性恋 他还出过一个一系列的英剧 讲的就是曼彻斯特 同性恋群体的故事 那个系列一共有三个剧集 第一个是纪录片 剩下两个是电视剧一样的剧 这三个剧分别叫做豆腐 香蕉和王冠 按照这个顺序排列 这几个剧其实都不是我最近看到了 我年轻的时候 怎么说呢 就是我小学毕业到初中 以及到高中 都对同性恋题材的影视作品 非常感兴趣 是那种初期的感兴趣 非常热衷的感兴趣的那种感兴趣 我小学的时候不怎么看影视剧 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同性恋题材的动画片 我都看过了 就是我在小学 以及初中的年龄 该看的和不该看的 我都看过了 当然主要都是不该看的 介于我的视频 还是有未成年观众的 所以我就不详细的说 我看过的那些 不该看的动画片的名字了 但是说到动画片 我已经很久没有追过新翻了 所以我能推荐动画片 都是我以前看过的 也比较老的一些动画片了 不过我真的觉得我小时候看过动画片 他就觉得他讲的是我同龄人的故事 然后现在一往回看 他讲的是一帮小屁孩的故事 当你有这个想法 而且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一种哇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漫画我看的有七八遍 现在看还是看不腻 还有一个漫画和怪兰高手完全不同题材的 就是X战绩 是一个出了名的没有结尾的漫画 所以你们看之前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讲的就是一些被选中了的天龙地龙 相爱相杀的故事 这两个说实话都是漫画比动画好看 漫画我都是看来看去 完全看不腻的那种 而且这两部都是我心中的神作 毛溜和星矢狼 仙道和刘川峰 暴露了一些我的隐藏属性 我现在也是看动画片的 只不过我现在看动画片的审美 是属于后退的阶段 就我现在看的都是儿童动画片 都是家庭向的 不需要分级的那种动画片 我亲密复习这个学期 除了做饭以外 干的最多的事就是看 不需要动脑子的 轻松愉快的家庭向动画片 我每天晚上都是一边看这种动画片 一边吃着爆米花度过的 之前我是把柯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么说起来我好像很闲一样 然后现在我是在看我们这一家 这也是一个我小时候就看过的动画片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还是越看越喜欢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家庭向 它讲的就是一家子四口 那种情景喜剧一样的动画片 就讲这家子人和他们的朋友之间 发生的一些家常里短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看的就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台配版 真的是听到那个妈妈的声音 就有一种又回到童年的感觉 实在是太经典了 而且这个动画片我现在看 和我小时候看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看就是想当然把当作一个 还挺好玩的动画短片来看 但是现在看起来觉得 它的生活感太真实了 虽然这是一个二维的动画 但是它就能给你带来那种 实实在在的喜怒哀乐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妙 这个是白天纠结的复习之后 能瞬间把你治愈的那种动画片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 我真的是翻来覆去 来回看越看越喜欢 动画片我就不多说了 还是来说回电视剧 我看电视剧都是追男神 所以我不得不提一下 我男神老瑞演的豪斯医生 豪斯医生应该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了 有七季还是八季 反正很长 而且每季都有很多季 所以如果你想从头到尾都看起来的话 你必须要很闲 这也是我只看过两三遍的原因 豪斯医生就是一个医疗剧 然后它就是美剧那种套路 就是里面的人物都各种乱搞 不过这个剧的重点 其实是美籍的因证杂症的诊断 当然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 我主要还是看他们乱搞 另外一个也是我男神演的美剧 就是侦探 终于说出来一个逼格稍微高一点的 虽然我去看看初衷也是为了我男神 马修麦康纳和五弟哈里森 但是这个剧看完之后真的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我就是因为这个剧才去看了尼采 然后才对哲学产生兴趣 所以我学哲学都他妈怪这个剧 当然我现在说的就是它的第一季 第二季我也看了 不过第二季就 第二季没有我男神了 所以可看可不看 最好不要看 看的时候会很赛心 侦探第一季的剧情说白了 就是一个凶杀案找凶手的故事 但是这个剧又远远不止是 寻找凶手这么简单的故事 如果你想看一个治愈系的 导致你忧郁的那种剧 我觉得侦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个剧的剧情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不要多说 你去看了就知道 我觉得你们也看出来了 除了最后这个侦探以外 其他的我看的剧 都是大俗剧 都是那种不太费脑子的 我就是一个大俗人 我看剧真的不太喜欢 看那种特别特别认真的剧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 我很喜欢影视剧的形式 就是清京喜剧 英国清京喜剧 我看的都是比较老的 比如说万能管家 也是我们家老瑞演的 这个剧非常非常经典 它看起来可能是那种 比较干的幽默 但是你会觉得 它干得很奇妙 另外一个英国的清京喜剧 我不知道这个剧 算不算是情景喜剧 但是它的时长 和清京喜剧差不多 就是绅士俱乐部 League of Gentlemen 这个剧其实算是 一个黑色喜剧 它里面有一些 比较黑暗的内容 并不适合年龄太小的朋友们 但我非常喜欢这个剧 而且他们后来 好像还出过舞台版 而且现在我看BBC iPlayer 上面还有一个 可能是他们新出的 一个像是剧场版一样的东西 美国清京喜剧很多 经典的也很多 但是我要在这儿说一个 我心中最经典的 就是威尔与格雷斯 没错 不是老友记 是威尔与格雷斯 这个剧也是那种很长很长 十好几季 然后每季好多好多集的那种 而且他们前一阵 还凑齐了原班人马 打算拍一个新版的 当然那个新版非常一般 完全比不了当年的 威尔与格雷斯 这个我也是翻来覆去看了 很多很多遍 他讲的是一个男同性恋 威尔和他的闺蜜 格雷斯住在一起 他们俩互相 不他们俩之间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是他们各自和其他人 乱搞的故事 剧情像就说这么多吧 因为最近这几年 我越来越喜欢看真人秀了 就是我从一个比较俗的人 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俗的人 我喜欢看的真人秀 就是做饭比赛 有一个 唯一一个不是烹饪节目的 就是卢保罗变装皇后秀 这个我是从第一季 到第十季 以及中间的那三个重表季 全都看过 我可以说是 对于卢保罗变装皇后秀里面 所有皇后 了如指掌的一个忠实粉丝 这种人类真人秀就是 Gordon Ramsey出过的哪一大堆 承认比赛 这个我就不一一说了 不过我最喜欢的 其实不是他的真人秀 而是大英烘焙大赛 大英烘焙大赛 这个也是剑桥哲学系不为人知的一部分 就是几乎所有讲课的老师都看 大英烘焙大赛 而且我上大一的时候讲逻辑那个老师 还经常会用到大英烘焙大赛里面的人物 以及他们所做的东西作为弟子 再给我们上逻辑课 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你必须得是一个非常闲的人 才能把我刚才说过的所有的剧都看一遍 然而其中很多剧我已经看过很多很多遍了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今天穿着衣服我特意带着链子 就觉得链子太长了 根本拍不进来